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老肖说书时间 今年是中华民国110年 在十年前,也就是民国100年的时候 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了一本 《百年仰望20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国人物》 这本书介绍了包括政治界、学术界、财经界、文化界、宗教界等20位民国人物 老肖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书中介绍了几位民国人物 第一位是史学家陈源 中央研究院认识肖启庆撰写的《史家以事变》 陈源死学的蜕变 介绍了这位学者传奇的一生 陈源1880年出生在广州 他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混战、国府统治、抗日战争 以及共产政权等五个时期 却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 事业始终都很成功 陈源是考证史学大师 他曾经以教外人士身份参与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创校 并且出任校长超过20年 不过1949年神州议次之后 陈源的政治态度立即左转 陈获得毛泽东赞赏 并且在1959年 成千上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之际 陈源获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当时高龄79岁的陈源 日内盈眶地说 我年近80岁才找到政治上的归宿 使80而知79年之飞 1966年文革爆发后 陈源因为受到周恩来的特别照顾 始终没有受到领路 1971年病师 得享91岁高手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奇人王云武 这篇文章由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王寿南所撰学 王云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有 靠自学成才 但却是许多博士的老师 堪称传奇 他最大的成就是长期主持商务运输馆 使商务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版社 不过王云武在政治上的表现 则备受争议 尤其是民国37年 也就是1948年 初任财政部长 为了平易物价而推出了军援券 但事已认为 军援券不仅不能平易物价 反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后来甚至有人分析 这是最终导致国民党丢失中国大陆的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王寿南在文章中 为王云武作出平法 他指出 王云武以一个从未涉足财经工作的 菜鸟财政部长 而且又是无党籍身份 不可能在就任财长短时间内 就搞出金元券 而种种证据证明 国民党中央早在邀请王云武出任财长之前 就已经拟定了金元券方案 王云武只是执行者 而且当时国民党内财经人才众多 为何蒋介石要找没有财经背景的 王云武出任财政部长呢 就是看中他公正青年的形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志平 在本书中撰文介绍胡适也相当精彩 他指出 1949年之后 胡适在中国苦心耕耘了30年的自由与民主 在一夜之间摧毁殆尽 五世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一点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成了新政权铲除的对象 但讽刺的是 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胡适的自由 民主 科学 理性 温和 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九汉之后的干领 因此周志平指出 胡适由五世时期应时之人物 一变而成为80年代先时之人物 也就是从被视为适应时代的人物呢 摇胜一变成为时代的先锋 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兴 介绍一代语言学大师李方贵 也许认识他的人不多 但李方贵在动态语方面的研究成果 堪称世界级大师 李方贵是出生在广州的山西人 原本学医 但在美国密西根大学 修读医科育科期间 攻读拉丁文及德文时候 引发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 于是弃医成文 改读语言系 1926年取得学士学位后 随其在27年和28年 分别考取硕士和博士学位 三年内连取三个学位 他在密西根大学 修读了多种西方语文和古文 回到中国后 投身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最大的成就在有关台语 又称台语的研究 此台语并非指台湾的台语或明南话 而是指泰国、辽国、越南北部、缅甸东部 以及中国东南部的许多语言 博大精深 他引使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被尊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中央研究院院士郑次郑次郎 介绍了剪辑西明明部件精撰的人物 他是郑次郑读小学时的一位代课老师 为什么郑次郑要介绍他呢 因为这位老师目睹当年 农民长期被欺压的不公不义现象 又看见学生下课回家之后 还需要下田帮忙农物 一次他辞去教职 投身协助农民反抗剥削的运动 并且在日本殖民时期被捕坐牢 而在国民政府时期1950年呢 更遭判处死刑 隔年遭枪决 郑次郑始初 他之所以选择介绍不太为人知的剪辑 因为他的左派思维曾经在这岛上严禁过 他还因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但我们对照今日台湾在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 才能体会在这小岛上 百年坎坷历史所塑造出的台湾风貌 是多么的了不起 好了 本集老肖说书就说到这里 下集继续介绍精彩好书 别忘了分享和订阅老肖说书频道 谢谢